ok 那我们现在就来实地的操作一下 关于Facebook广告投放的过程 那从要进来那个投放的时候呢 你可以直接在搜寻Facebook广告 或者说在那个页面的下方 这边有个广告的字页 你可以直接点击 或是在粉丝专页的右侧 他会告诉你说有一个宣传你的粉丝专页 那我们就直接从这个地方来进来 在这个地方在右上方有个所谓的看灯广告 我们点一下 然后读取一下 Facebook广告投放基本上分为很多种 基本上来说现在大概有七种的分类 第一个我们来看 一个你可以投放所谓的外部网址的部分 那就是说他可能不是Facebook的页面 他可能是外部的其他的网站 那这个这部分呢 我个人是非常不推荐 直接投放外部的网址 那你会就会问说 那我究竟要怎么样去投放外部网站 网站的广告呢 之后我们会再来讲到这一部分 第二个则是所谓的粉丝专页的部分 你所有管理的粉丝专页都会出现在这个选单里面 你只要选到你想要的投放的粉丝专页就可以了 第三个呢则是所谓的关于应用程式的部分 那就可能是你的APP 或是那个你的网 一些应用程式的部分 你可以在这边做广告直接的投放 其实我会建议有些游戏厂商 不要再直接 不要再投那个游戏的网址 从这边去选应用程式的部分 直接投你游戏的广告就可以了 第三个呢则是所谓的活动 活动也可以投广告 我们常常看到在右侧 可能出现的是广告的 那个活动的广告 这里是个人也是蛮推荐的 如果你想promote的一个活动 其实你可以透过粉丝广告来去做一个投放的动作 第四个则是所谓的地标 地标的部分 再来就是所谓domain的部分 这部分都 但是不是我们今天主要要提到的 因为这部分可能是我们后续才会提到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先主要来讲的是 关于所谓的粉丝专业的部分 那粉丝专业的部分呢 我们先选一个 比如我们选一个 随便选一个 我选到这个 我那个之前 我们来选一个粉丝专业 比如说 比如说 目前之前在经营的所谓梦想家具1975号 你选一下 好你会看到 当你选完之后呢 在类别中边 有分为两种 第一个叫做动态战术 第二个叫做Facebook广告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我们今天先讲的是所谓的Facebook广告 也就是一般的Facebook广告的部分 你可以设定说到底使用者1.0的广告要进到哪一个页签里面 这跟Facebook我们的粉丝专业里面原本预设的非粉丝进入的页面是独立分开的 也就是说你可以特别指定一个landing page 或就是你的页签的部分 让使用者直接到达那个页签 比如说你可能希望他直接进到讨论区 或是进到你的好看好地儿 我们先来办你的好看好地儿的活动 或是说让他直接进到涂鸟墙 如果预设的话 就是以粉丝专业的设定 看非粉丝会进到哪一页 粉丝大部分就直接进到涂鸟墙了 这广告的好处就是 你就算是粉丝们看到的这则广告 他点进去不会直接到涂鸟墙 而是可以直接到达你想要让他到达的页面 所以说在这边记得要做一个简单的设定 当然如果你只是要promote你的粉丝专业 那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要投放的是Facebook粉丝专业的广告 所以说他的标题是固定的 他不能改 他一定是以你粉丝专业的名称为命名 OK 那再来就是最主要就是这边的内文的部分 内文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Facebook也很贴心的提醒了 我们你可以输入135个字 那135个字 那就看你怎么去撰写你的文案了 那广告文案 就不是我们这边主要要谈及的内容了 很多文案的课程你可以去参考 比如说那个唐崇达老师的课程 或是其他文案老师的课程 这边我们就再不多做介绍 那重点是接下来的这个图片 图片所有的粉丝专业上面说 其实都有一定的限制 那你会看到说 这边可以预设 他就预设帮你抓了你原本粉丝专业的大头照 我们就会看到说 这个大头照其实并没有很清楚 小小的一个 那他的长宽限制究竟是多少呢 其实他的长宽限制就是 宽是110 高是80 再重复一次 宽是110 高是80 你会想到这个图片真的很小 所以说你在设计 Facebook广告的图片的时候 请不要直接拿一张大大的图 就给他上传上去 那你就直接上传上去 你会发现 那个缩图可能会不理想 所以说你要做的事情是 你要先做一张110 10的小图 然后直接再上传 看到这个效果不错 那直接上传 那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是最基本的设定 但是呢 我从Facebook广告就这么简单吗 是可以就这么简单 你可以拉到最下面 然后决定好预算之后 就按下下单就好了 但是我们投放广告 最主要的是要精准 好 我们都希望投放给最精准的客户 那Facebook广告 其实就提供了我们一个 这样的好的功能在这边 我们可以看到说 广告受众筛选的条件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我们想要把我们的广告 投给谁去看 好 比如说第一个 国家和地区的部分 你可以选台湾 或者说你不想投台湾 可能我是一个旅行社 我可能是这个广告目的 招募是我想要投放给香港的朋友 他来台湾旅游的时候 他可以优先到我们的网站 去买我们的自由行的行程 或是其他套装行程 那你就可以投给香港的部分 因为毕竟 我们可能设定的广告文案 就是写给香港人看的 而不是写给台湾人看的 所以说你不要浪费 我们最主要是 我们受众族群要精准 那另外一种呢 就像是如果你是个团购网站 就像我们有服务那个一个 台湾的一个团购网 像他 因为台湾网我们都知道 他可能有台北 台北站 台中站 还高雄站 那我们总不希望 我们投放一个台北的优惠 给高雄人看到吗 是吧 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除了国家之外 你还可以点选按照城市的部分 那你可以输入城市 你看说到底 这个部分的依据 会依据使用者 他填写的居住地为主 比如说我只想投给台北的 台北的那个使用者 那我就输入台北 DIPEI 不过这边不好意思 都只能输入英文 暂时只能输入英文的部分 那我就 我想只投给台北的使用者 我们点一下 你会看到 刚刚的旁边的受众族群 他就开始做一个估算的部分 你会发现台湾大 光台北就有将近769万人 都住在台北 粉丝在Facebook 也不过就900多万人而已 他700多万人都在台北 这也是 因为他包含了 包含80公里的城市 80公里 大概其实包含了新竹桃源宜兰 我们可以把它缩减一点 缩减到可能大概16公里 16公里其实也太少了 不过没关系 这就是一些设定上面的一些小诀窍 你可以按照国家 按照城市的部分 来做一个广告的设定 那当然 你也可以依据你的广告 受众族群的年龄层和性别来 比如说我们要投放一个卫生棉广告 我总不希望 总不希望投给男生看 当然不一定 现在 我知道很多男生 其实都蛮体贴女朋友的 会帮女朋友买卫生棉 那这部分的话 你也当然可以针对 男生 同样是卫生棉广告 男生看的广告内文 跟女生看的广告内文 就一定不一样 是不是 因为我们目标 所以说他可以把你切开来 比如说我们就把 其实说我今天是要卖 就真的想投 对 真的卫生棉广告 我投放给女性 你就看到 旁边 上方的那个受众族群 又来转了 你看 当我们选了女性之后 他会告诉你说 住在台北 距离台北 距离 住在台湾 距离台北16公里 18岁以上 是女性的受众族群 大概有369万 这就是 受众族群越来越小了 受众族群小 我们达到才会精准 我们总不希望 我们把写一个 针对女生的文案 然后给男生看到 这当然是不希望的 或者说你的产品 其实具有年龄层的限制 比如说 我今天想要投放一个 可能是汽车广告 汽车广告 18岁小朋友 可能买的车 老车广告 当然有可能 但是呢 你会发现 主要的族群 可能都是上班族 或是有一定经济规模的使用者 他才可能有能力买车 所以说 其实你就可以 简单的调选 比如说 我可能要投放 我要投放给 30 25岁到 30岁的那个女性 来做观看 我就选25到30 你就看到 受众族群 是不是又来转 你会发现 是不是受众族群 又变小了 又更精准了 距离25到 跟这 就是现在 介于25岁到30岁之间 只剩241万人了 OK 那 这也 这就是我们第二个 要提到的 关于广告受众族群的特性 年龄层和性别 都可以做一个分类 第三个 也就是 最重要的一个 也就是 兴趣与爱好的部分 兴趣与爱好是什么 也就是你在 个人资讯里面的兴趣爱好 他依据的是什么 第一个 是你自己填的兴趣爱好 可能是玩音 玩 玩弹吉他 我听音乐 那些你自己弹 但是第二个 最重要的则是 他会依据你 占过的粉丝专业 来做投放的族群目标 有听懂这意思吗 还记不记得 粉丝专业的占纽 原本英文是什么 是like 兴趣爱好 也就是你like过什么东西 所以说 那我们是不是就是 我们吸 比如说我们对 还是拿汽车广告来讲好了 如果我特别喜欢Toyota 我今天我是Honda的车 我想我是一个 我想我是Toyota的车厂 我想把我的车卖给 喜欢Toyota的机会 的粉丝们 要有机会呢 还是他喜欢的是 Honda的车 那个粉丝们 会比较有机会 哪个 一定是喜欢Toyota的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 我今天是Toyota车厂 我想把广告 今天可能有个汽车广告 我想投放 想来做一个销售上的转换的话 我一定势必是 把我的广告投放给 喜爱Toyota车子的粉丝们 或是使用者 而不是投放给Honda的使用者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才会达到 比较精准的转换 或是说我是一个澎湖自由行的 业者 那澎湖自由行 他可能具有什么 他的受众族群 可能有什么特色呢 第一个 他可能是 因为自由行 我们就会联想到 跟背包客可能有关系 所以说背包客 是不是有粉丝传言 有 所以说我们可以再兴趣 然后这边就输入一个背包客 你会看到 这下面就出现了两个选项了 一个是背包客战 一个是背包客 那这两个粉丝专业其实都跟我们的粉丝 对于大家有兴趣的一定都是我们的受众族群 我们就输入背包客 比如说背包客战 然后它是一个很致命的论坛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 诶 你会看到右上方的受众族群又变少了 甚至他只剩10万 我们的受众族群越小 是表示说其实我们的广告越精准 为什么要达到越精准 我们之后再来谈这个部分 我们今天先学习的是 如何把我们的广告投放到比较精准的客户 我们再把另外一个背包客也把输入进来 那你看我们再把背包客 书箱还是差不多10万多而已 那我们再想想还有什么其他关键字 比如说旅游 那是不是跟旅游有关系 我们就看到有像是旅游资讯粉丝团 旅游生活频道 旅游智慧网点点点点点等 所以说我们在操作Facebook广告里面 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要善用这个兴趣与爱好的部分 来找到我们最主要要Focus到的族群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的话 我们才能达到最精准的广告转换 而不是投给一些没有兴趣的 对于粉丝专业没有兴趣的朋友去看 就这样我们再回来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投放的是 比如说跟学习英文有关系 大家现在就开始想想 究竟跟学英文有关系的粉丝专业有哪些 想好了吗 还没 想这个可能有点困难 那你就想想看 你的粉丝专业 跟你的 你的粉丝专业想要投放的 你想创造新粉丝吗 他通常具有怎样的其他的兴趣 这点是你在投放广告之前 必须先想好的 那你可以在 你可以透过所谓的Facebook搜寻框里面去找到 可能跟你想要到想到了关键自由关系的粉丝专业 那在这边去进行输入 这样子你就可以有所谓的兴趣以爱 很简单的就可以做一个投放的动作 那这是我们最主要最主要的重点 其他的设定 比如说像是Facebook上面的关系列 你可能可以投放给任何人 或是说你还 只有那些还不是粉丝专业的粉丝 也就是非粉丝的部分 因为我们这个广告目的是要诱使 我们是要吸引新的粉丝进来的 当然不希望是投给已经成为粉丝 你再给他看看嘛 那就不需要嘛 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 或者说你这个东西 你今天想要投放的广告是 只想要针对给粉丝专业 粉丝们的一个好康的讯息 那我当然是想只给投给 只有那些是粉丝 那专业粉丝的人来看 那这也是一个部分 那最主要的 还有一个最主要 很好的设定的就是 粉丝用户的朋友圈 他可以设定 只将我的广告显示给 梦翔家居1975号的粉丝们看 为什么要用这个 为什么这个设定 我会非常建议你来勾选 主要是因为说 我的朋友曾经加入一个粉丝专业 我自然看到他说 加入这个粉丝专业了 这个议题好像有点兴趣 我也跟着点进来看看 那这样的意思是 是不是可以加强他的所谓的粉丝们 那个点选的几率 一勾起来 你会发现说 受众族群其实就 只有440个人 因为我的年龄设定 比较低一点 这个粉丝专业目前大概只有 目前我们勾一下 大概有4万多 4万多人 因为这粉丝专业本身 大概只有2000多 大概只有2000出头的 那个不到2000人的 那个人数 所以说他的受众旨率 可能比较少一点 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其实你就 其实关系链的设定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说你在设定的部分的话 那你在这部分 要做一个思考 该怎么去投放给需要到的族群 那其他像是生日 恋爱信项 那个如果你是 好 雷斯本或是给你的话 你可以投给男生 我选男生 恋爱信项是只有男生 不过他目前来说 Facebook好像比较少人会投这个东西 那另外一个可能是单身 或是已定婚 这也是你可以去做设定的 这些都设定完之后呢 你可以在 这个是 因为我之前投放过了 你如果还没投放过 广告的话 在这边可能是你要建立一个新的 宣传活动 在那边输入姓名 出他的名称之后呢 宣传活动名称 随便帮他命名都可以 那预算 你可以自己去下 这边是以美金计价的 每天大家可能投一粉丝 一元五元 在这边建议 如果你想刚开始想要玩的话 一开始可以选择五块钱的方式 一天投个五块钱 来去测试一下你广告的效果 那最后你可以依据 然后你再去设定费用的部分 这边费用有两种 一种是CPM 一种是CPC CPM的话则是以浏览量的部分来去计费 CPC CPC CPM的话是以浏览量 CPC以点击次数 那当然我们比较建议是利用点击次数的方式来做计算 那很多人问我说 这边的最高投标价该设多少 根据小黑的 这一阵子的实验以来 个人建议在初期的时候 不管他旁边紧一投标价设多少 都设0.3 为什么 之后 我发现 设0.3 其实他有 他的 他广告过的 速度其实好像会变比较快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这是一个经验谈 0.3其实也是目前来说 台湾的Facebook广告圈里面 比较适当的一个数值 他可以达到的广告的曝光量 是一个比较适当的 适当的那个 价格 所以说在这样的设定底下 最后你只要按下下单 你就完成了Facebook广告投放 OK 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 这关于Facebook 粉丝专业简单的广告投放 之后我们再来详细的 更进一步的介绍 其他还有怎样的Facebook广告投放法 OK 我们之后再见 谢谢